跟大家讲讲团竞的匹配一只 这个号才黄金的位 然后团竞的话30多级 胜率是77 这些匹配一把发现对手呢 最高等级是有89级 之前也遇到过90多级的 也正说明哪怕你等级低 只要胜率非常高 也会遇到一些非常强劲的对手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等级有100级 但胜率只有50%或者40% 那遇到对手估计也不是特别猛吧 子依只是稍微预测一下 如果不对 大家也没必要跟我干 最近子依才发现 喜欢玩团竞的玩家 貌似越来越多了 而且团竞的热度也越来越高 之前在19年的时候 团竞好像就一张仓库图 打的人不多 然后大家都在充分什么的 那时候经典模式是最火的 李敢说 在座各位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团竞模式来认识我的 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是运动会 还有阴影特训 子依也是第一批 算是做专门做团竞的作者 在前几年 子依发团竞的视频 就很多人瞧不起团竞模式 说你这今天打团竞有什么用 是不是 有本事经典模式上个战神 然而他们不知道 无子一早在SA赛季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战神选手 前方有威胁 些话说回来 感觉光子现在越来越重视团竞模式了 在一两年之前感觉就团竞模式随便出一个对吧 整张图也没什么太大更新 那现在又有团竞手册 什么新团竞特效 是不是 当然团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现在喷子的出场率非常高 经过一包加强 但团竞里面没有经过数值优化 因为团竞里面基本都提连打 喷子的用处实在是太广了 那反之团竞里面是可以用mini的 大家打十局能碰到一两局拿mini的已经很不错了 团竞的地图确实还是太少了 最近子一发现着有一部分玩家喜欢在团竞里面鞭尸 这种行为应该是最近才流行起来 子一玩团竞估计玩了有两三年 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带起来的 那不管怎么样 无理觉得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一是不要加入 二是如果你打得过 能揍一顿就揍一顿 实在打不过对吧 大不了退游戏演不见新部分 而且现在退游胜率也会下降 这样下一把遇到对手还弱一点 岂不是美哉美哉啊 进化团竞环境的从果做起 大家加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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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